乳头里面有个硬疙瘩 乳温医生特药专家林小波 兼医学院 可以附属医院 普通外科 副主任医师 首先乳头里面有硬结 首先我们要区分 你说的这个硬结结 是在乳头乳管呢 还是在乳腺腺腺体 因为有很多门诊的病人呢 说乳头躯其实是在腺体内 如果确定是在乳头乳管内呢 我们考虑是乳头状瘤 乳头抓上癌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一般来说 这种情况的话 会合并一些血性的医液 那绝大多数情况的话 乳头内的硬结的话 其实是还是在乳腺的腺体内 腺体内的硬结结 最常见的两类 第一类都是纤维腺腺流 根据患者的年龄 年轻女性 单发的结结 也可以多发 然后质地比较坚硬 表面比较光滑 活动度比较好 那我们考虑 纤维腺腺腺流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这个结结是无痛的 质地比较坚硬 活动度又很差 境界又不清楚 那我们考虑 它是恶性乳腺癌的可能性 如果是导管内乳头状瘤 或者乳头状瘤的话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做一个乳管境 去明确这个诊断 如果是纤维腺流的话 我们一般是采用手术 如果是病变性质不明确的 我们可以先穿刺 明变病变性质之后 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